支持 但我們不等於所有東西都支持 民建聯的籌款能力 可以說是所有政黨之冠 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早前在民建聯晚宴獻唱同睽政密保 就籌到近2500萬 民建聯的資源充足 有認為與中央的支持有關 有甚麼中央資源 他們是支持我們很多商界朋友 當然中央對民建聯來說 我們亦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有時候有些事情我們請到他來 他亦表示一種支持鼓勵 多年來民建聯投放龐大資源培育新人 今屆亦刻意安排多名第二梯隊加入議會 但部分議員在議事廳的發言 往往令人睜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佬學人出來玩 60億是吧 黃維基 那幾十億身家 真是收皮了 肯定是吧 那不推文推 你需要不需要炒掉它 這些小爬蟲 為甚麼要拿來立法會 要P&P 這麼大件事 你說你是甚麼 你是夢想在辦公室 或是你不在辦公室 答我 那位叫無端端點人 今天發神經的議員 叫他少點人 OK 何惠之議事水平高與低 那究竟是那個議政的能力 表達的內容 或者是說話一定要咬文著字 我覺得最關鍵就是 一個議員 你現在想說些話出來 是代表市民說的話 為香港 為祖國 現出萬物 民建園九二年成立 以傳統左派人士為骨幹 05年 與代表商界的港進聯合併 建立跨街層政黨 吸入中產票員 其後 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正與民建園內強素質 愛恕形象八字真言 有分析指 是基於民建園吸入新血的時候 重量之餘亦要重質 集中提升黨員的議政能力 之後 民建園吸入了更多 擁有高學歷的新生代加入 作為律師的張國軍 是其中之一 如何能夠將自己政黨的理念 令市民很容易明白 這個工作我覺得 反而是現在 民建聯最重要的工作 在過去我覺得 我們在這方面的人才是不足夠 我也希望在接下來 在論述能力方面提高 這個對整個民建聯的發展 非常重要 感謝市民支持 被稱為萬人黨的民建聯 現在有超過二萬名黨員 被認為是目前最有能力擔任執政黨 但彈要終止 受制於現在的選舉制度 要成為執政黨 相信是困難重重 比例代表制 不是選一個多數黨出來的做法 這是對小黨有利的 另一個功能組別的選舉 亦都是劃分了不同的界別 政黨能夠發揮的效應是有限的 去年年尾李飛下來了 幾明確地說了 現在香港是不適合執政黨的政黨 民建聯暫時可以忘記這件事 亦都不會努力去主推 因為這件事是違反中央的議員 民建聯追謀此 民建聯 民建聯是中央重點栽培政黨 但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最新公佈十大政治團體的評分 他們的支持度排在尾四 要突破目前的局限 關鍵是在作為政府忠實盟友 和民意之間隨得平